它裡面好多蔥喔 然後還有高麗菜吃 它這個蝦子是甜蝦來的 可是我覺得它這裡裡面有湯匙 那我覺得很辣的 湯匙了嗎? 沒有 小湯匙啦 小湯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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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我是複蛇找食的熊胖 我是一直吃一直吃蛋 龜沼匙 小湯匙 這是熊寶 對 這是熊寶 我們可愛的熊寶 好我們今天來到了這裡是 楓岩太平洋地下二樓 對 現在來到了這裡的地方是 之前我們去吃的那間壽司的對手 大家可以拿這兩間來做比較 喔真的喔 有的人喜歡吃那間 有的人就喜歡吃這間 GOS 講什麼廢話 那這一間就是 醬壽司 之前在網路上討論度還蠻高的 我們現在已經預言後味 等一下來吃吃看他們的壽司 到底要不好吃 GO 那我們的剛剛點的餐點都到了喔 今天我們來吃帳壽司 那我們先吃這個手捲好了 手捲比較快的 對吧 對 手捲比較快 它裡面好多蔥喔 然後還有高麗菜吃 它這個蝦子是甜蝦來的 甜蝦啊 可是我覺得它包的有點鬆 包的有點肉 嗯 它不是像那種人家日本料理那種有沒有 直接用那個手捲架 嗯 它直接放在盤子上 真軟嗎 還弄你真軟嗎 有味道 這樣我覺得它這裡面的醬有點少 搭配起來 就是感覺是只是在吃菜而已 沒有什麼味道在裡面 可能它再加一點醬也才會比較利略 夠了感覺的啦 我知道了啦 它的醬 都在這底部 它沒有在中間 好像前面吃起來沒有味道 吃到底部慢慢會有味道 所以要吃的時候 師傅要先把它這樣捲捲過完了 倒著吃 他一直都吃 對啊 好所以一直吃 從後面吃到前面 這樣吃手捲的 你也算是當今世上第一人 不是 是 從後面吃到前面 哦 誰叫你這樣倒著吃 可以吃 好 那我們換吃牛五花 吃吃看 感覺這個油花 分布的蠻均勻的感覺 嗯 嗯 它是牛花 它沒有說把它用得很好 它用得很好 然後你吃得到一種 嫩嫩的口感在裡面 然後它的香料 甜甜的 但是不是很甜的那一種 燥燒醬 是不是燥燒醬 我們就是燥燒醬 對 有點像吃丼飯的那種燥燒醬 對 沒錯 哇 你好瞭解哦 網路上有一個部落賀 它特別推薦這個 蒜味牛肉 它上面有 洋蔥 蒜片 然後這搭配 這應該是牛五花吧 嗯 洋蔥是真的 嗯 我讓它蒜片好好吃 這個蒜片真的不錯 滿有味道的 然後我換吃這個 大力鮭魚丸 這鮭魚丸看起來就是 滿大顆的 粒粒分 很痛 我吃一個看看 我吃一個看看 我很喜歡吃鮭魚丸 你喜歡吃鮭魚丸 你喜歡吃鮭魚丸 可能是世界上 他們說鮭魚丸嗎 欸 不得而吃 不得而吃 它這個鮭魚丸 就是咬在嘴巴 它咕咕咕咕 就是你去咬它 它就咕咕咕咕的 這樣子 裡面的汁就跑出來了 我們點了燒捲 我們放了有點久 還有我們的手捲 而且不是說要倒著吃 我剛剛叫什麼 沒有啦 它的醬好像都在後面 沒有吧 是時候表演真正的技術了 我剛剛吃的是醬都在後面啊 然後這個好恐怖 我剛剛說一下 我都在第一汁了 建議大家一口吃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是一口吃 我剛剛太小了才這樣 那沒辦法 因為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它的醬其實都是在尾端 你如果沒有一口吃的話 你前面所吃到的 基本上都是 蔬菜 然後這個就是 極尖限定 原味半熟半 全蝦巨劍 它它名字好長喔 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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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去那個 半炒蛋啊 我覺得是豬豬的 滑潤的口感 然後它加起來 是甜甜的 甜甜甜甜甜甜 然後再來我們吃這個 很好 裡面沒有半點芥末 我真的在幫你調配芥末耶 它裡面竟然沒有半點芥末 它裡面竟然沒有半點芥末 通常不是裡面的會很多 對啊 可是它裡面竟然沒有任何芥末 通常都會有一丁點的芥末 有沒有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 生鮭魚 再一點芥末 因為剛剛熊胖給他翻了一下 它裡面沒有半點芥末 很重要嗎? 一根小案啊 好吃這口味 好吃吃的嗎 它的鮭魚 吃起來很軟嫩 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們點了一碗拉麵 要給熊 飽吃 順便一起分享 我真的覺得它這裡已經有湯匙 那我覺得已經拿了任何 湯匙了吧 沒有 小湯匙啊 小湯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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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湯匙就跟我小湯匙 所以你就叫我拿的是小湯匙來挖 咖哭 可問我要不到何時 Hoo 那你就他豪邁一點啊 還是日本人都不用湯匙 dol ở chów o子 這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湯我剛剛有喝 你覺得這個湯 我笑 它是是醇骨 ke μπο 然後裡面會有放豬乳花 看我們這個湯狗就有來做的東西 這裡還有炸蝦 其實它這裡的炸蝦 我覺得倒是比那間的炸蝦還小吃 可是吃起來有沒有比那間的好吃 不知道 先吃原味的來看看 外皮有酥 但是它的蝦子 很軟 沒有那個Q彈脆口的感覺 它的外皮是酥脆的 但是它的蝦子我覺得沒有那種爽脆的口感 正常來說我覺得好吃的大蝦 它就是要外皮酥脆 然後中間的蝦子本身要有爽脆的口感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好的炸蝦 當然我們來吃鹽烤燒蝦 上面就是淋一些燒燒醬 它是黃黃的 它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它沒有爽脆的 它沒有爽脆的 是炸蝦醬 我覺得它是甜甜的 鮭魚是一樣的口感 只是說它的 上面所搭配的味道是不太一樣而已 走走 耶 沒有啦 你放進去 來 那你要放啊 你看你看 吃一下看起來 你看你看 它放油 哇 哇 哈哈哈哈 好好笑喔 哈哈哈哈 我們進去 有啊 有啊 耶 我有一顆耶 有一顆 好那我們今天 醬壽 是 整體吃下來 你的結論是什麼 我的結論是 它的東西 不太多 對 它的品項說實在是不多 但是 不能這麼講 其實它的品項算多啦 我們愛吃的不多 可以啊 可以啦 可以這麼說啦 沒意見吧 然後 然後 它們的口感 其實我覺得 也是跟 那間 壽司店也是差不多啦 啊 如果要兩個 比起來的話 我是 覺得 我比較偏愛那一家啦 好那我們今天 醬壽司的 美食分享 就到這裡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 訂閱我們 YouTube的頻道 還有點讚我們的 臉書粉絲團 還有追蹤我們的IG 打開小鈴鐺才會收到上片通知 喜歡這部影片的 請幫我們 多多按讚加分享 我們還有更多的美食文章 請 多多follow我們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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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天生是扇貝 還是扇貝 喔對不起 我說錯了 超乎 扇貝 不管是什麼貝 我都會想法 都不清楚 棉被你愛嗎 我愛 棉被我愛 妳也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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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菲菲很喜歡吃任何的貝類 可是 熊胖並不喜歡吃很多貝類 因为晚上无处发泄 晚上没得发泄 晚上没得发泄 所以会很难过 好想看我们去哪里吃什么 欢迎跟我们说 拜拜 好拜拜